那么呢,我们接下来要用到的Adobe Express 就不需要用到这个英文的关键字了 因为呢,我们的Adobe Express 它可以接受中文的关键字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把翻译关掉,没关系 这个Blackground如果我们等一下不会再玩 我们先可以把它登出,没关系 先Layout把它登出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分掉,没关系了 我们开个新的分页 打上Adobe Adobe 空一个 EX 等下我写在黑板提醒你 EX一打完,应该底下就跑出来了 Adobe Express 在这边 好,第一个 同学注意听 第一个,如果没有看到Adobe Express的字样 千万不要点 第一个不见得是你要的 滚动一下滚轮 一定要认明有这个字样才算哦 Adobe Express 有认明这个字样才可以把它点下去 这才是我们要的 好,免费取得 哎,他自己跑到这边来了 好,我就按这个身份 继续使用Google 好,来,我把银行给各位 我们就进到我们的Adobe Express 我们就进到我们的Adobe Express 我们就进到我们的Adobe Express Adobe Express 这是一套多工的 就是说呢 各式各样的版面都可以做 将来各位要做版面设计啊 这套软体非常的有用 它跟我们网路上的另外一套叫Canva呢 就是说同样的有名啊 那这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它可以帮你快速的去备 Canva的话呢 去备好像要钱 Adobe Express 快速的去备是免费的 好 一步一步来哦 那么呢,各位呢 先用你的Google的账号 先做个登录 好 进来了吗 Adobe Express 这个你在你们家 一样只要可以上网 就可以进到这个网站 只是说你回到家在玩的时候呢 一样要用同样的Google帐号去登录哦 你才可以看到你之前做的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简单介绍一下呢 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把它做起来 好 那你这样等一下动作 我们切换一下画面 通常哦 你登录了 直接按这个免费取得Adobe Express就可以了 万一 同学注意听 万一你的画面不是停在这边 是停在别的画面 都没有关系 你就按左上角 这边一个Adobe Express 把它点下去买3 你呢 就会看到我们这个画面 那我们按一下免费取得 好 它真正的首页 进来之后 应该是长这样才对 应许哦 给它全线哦 应许哦 所以呢 这才是我们真正开始要执行的首页 那我在这边给各位一下 如果你这个画面没进来 按左上角的弹棒进来 一样可以看到 一样可以看到 那么呢 如果你画面跟我们不一样 没关系 按左上有那个彩色的A 一样可以进到这个首页 那你呢 现在呢 先跟着我请坐 进来之后呢 那因为哦 好 因为呢 它本身现有的格局啊 这些尺寸哦 什么标志的啊 ig这些 它都没有 我们要的line的贴图的格局的尺寸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基本上来讲 哦 这边线程都没有 怎么办呢 你往后看哦 这个小叉叉广告关掉哦 因为呢 在最右边 各位找一个很小的按钮 叫自定大小 往右看 会看到一个自定大小 这个地方很重要 我们的line的尺寸 就是在这边把它定下来 来我按一下自定大小 这边的宽 请各位呢 改成370 记得 眼睛瞄一下 后面一定是像素 一定要哦 这边改成370 这边改成320 两个都要改 如果它不让你改 你要把后面的锁打开 它如果这样锁起来不行 把它顶一下打开 然后呢 前面改370 后面改320 请记得不要忘记 好到这边哦 我们按建立新档案 按下去 好 我们的第一章啊 第一章的格局先有了 我们呢 在这边等各位 来请开始 所以呢 一开始就很重要 麻烦各位 那么回想一下 刚刚我们怎么做的 先到右边找那个自定大小 有点照好 可是啊 感谢观看